嗨,我今天又有一个PDPA的问题要问了 什么问题呢? 其实PDPA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大有关系啊,我想请问一下 每个人,包括你自己,都希望自己的个人隐私权利被尊重,对吗? 是啊,同样的,你的顾客也希望他的个人隐私权利被尊重 所以呢,这个条例呢,就是要保护好顾客的个人隐私权利 嗯,有道理啊 那政府有这样讲吗? 有啊,法律上规定啦 那就是说,确保公司、学会和组织必须有合理的目的 去收集、应用和分享个人信息 有关的个人隐私权利也必须受到保护和尊重啊 哦,听起来好像蛮严重的 是啊,不讲也不知道 讲了之后,你知道这个后果,你会吓一跳哦 其实在新加坡,如果违反PDPA有什么后果啊? 那后果严重啊,可以罚款到一百万 或者是你常言营业额的十个percent啊 哇,那我要去尽快了解一下,帮我公司遵守这个PDPA啊 对,不一定是公司,哪怕你是一个agent 你是一个个人,你都要了解这个法律啊 你哪里可以学啊? 哦,我们有这个QR嘛,你可以扫描一下 呃,就能够知道我们这个课程的详情 这整个课程只有一天而已 哦,一天可以学文啊 呃,至少你了解这整个PDPA的概念 然后呢,你可以应用在你个人的生意 或者公司的生意上面 好好好,我立刻就扫描 谢谢你,谢谢你 耶,不客气 OK,very good,两分钟